好消息 香港居民也可以申请驾驶私家车进出广东啦 哇 具备什么条件可以申请呢 首先必须是香港的私家车 并且车长小于6米 座位不超过8座 申请人需要年满18周岁 持有回乡证的香港车主 可以为本人名下的一辆私家车 申请电子牌证 一辆车最多可以申请两名驾驶人 要求驾驶人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香港居民 且持有内地驾驶证 能驾驶小型汽车 接下来是电子牌证申领步骤 第一步 准备相关材料 向香港运输署提交申请 第二步 登陆内地港车北上信息系统申请注册 第三步 到香港的验车点验车买保险 第四步 办理内地海关编检部门备案 第五步 领取电子牌证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申请人需要准备身份证回乡证 另外还需要提供机动车相关的证明文件 而驾驶人也同样需要准备好相关的证明文件 在哪里申请呢 申请人首先通过香港运输署网站提交申请资料 经粤港两地审核通过后 审核结果会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电子邮件告知 当收到珠海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审核通过的信息后 申请人就可以登陆内地港车北上信息系统 或下载手机APP申请注册账号 同时可以登陆香港验车点提供的信息系统 预约验车时间并验车 购买并提交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 向内地海关编检部门申请办理香港机动车 和驾驶人信息资料备案 申请人收到电子号牌号码和电子牌证有效期等信息后 就可以登陆香港运输署网站 预约口岸通关时间 之后就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进出广东了 需要提醒大家 香港私家车在电子牌证有效期内 可以多次进出广东 每次入境连续停留不能超过30天 每年累计停留不得超过180天 而且仅限在广东省内行驶哦